那软件 那个软件 应该怎么描述啊 AI的EC软件 对 他当时没说记什么 他就说要给我寄一封信 他说要寄一封信 我当时一想好家伙 五条五给我寄信 把一个明信片 明信片里面还加了一朵干花 我的妈呀 还挺浪漫的 还加了一朵干花 到了今天我正睡觉的时候 我家人把我拽起来 就是 我的我爸爸他震怒 那种语气说 谁给你寄情书啊 我当时满脸吗 因为我开始 我不知道他寄的是情书 他说谁给你寄情书啊 因为他这个快递真的就是 底下寄的就是情书 两个字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谁寄来的 很紧张 然后一看是个情书 好家伙 就说 你平时在学校 是不是在学校一天 学什么东西呢 一放假回家就收情书 现在茫茫总的量了 这名字一看还不是一个中国人 说什么 你长本事了 你现在敢去找店了呀 你找店还找店的资本人啊 就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我啊 我说什么东西 我说我没有找店 不是的 这个东西 我如果说什么啊 是人家人家 我把动漫角色寄给我的 我不是很丢脸吗 我就愣了一下 我在想怎么跟他解释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这个东西 而且那个收尽人的名字 不是我的名字 我把他写成了谁 我把他写成了谁 我把那个收尽人名字 写成了浮黑慧 然后 他就说 他就说 这手机号明明就是你的 你还用日本名字 去给人家暴力 你去学日语 就是干这种事情的吗 我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你知道吧 就大概就是用那个 五条物的那种语气 再给你讲 再给你讲 就是问你啊 最近怎么样啊 最近过得如何呀 啊 我最近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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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然后巴拉巴拉 他当时 我爸爸 他还以为我搞什么师生店 你知道吗 他疯了 他疯了 他当时以为我 他就说 他说 学生他以为我搞什么师生店 他真的他疯了 他疯了 我也疯了 他当轻轻里面就说 就是什么 可爱的学生 很努力 然后说什么 是的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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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他他当着我的面 他在毒 你知道吗 他毒 他就故意当着我的面毒 后来那些信 信里就开始讲了一些比较爱美的东西 说什么 希望你可以多多依赖我呀 呃 说什么 让我在你让我佩戴你身边吧 让我跟你一起走下去吧 然后这个时候 我已经要死掉了 我已经 我已经社会死亡了 我 我怎么解释 这不是我的网恋对象呢 我没有网恋呢 好吧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